好各位,到底买了二手车过后,其实你应该要做什么东西 记得记得啊,千万要记得啊,买了二手车过后 因为每个车厂有些人会帮你service,有些不会 所以我觉得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 我觉得所有的油水全部换完啊,油有什么呢? engin油,牙箱油,power steering油,excel油,如果油,excel油啦 applic油,五油三水啊,应该是这样 水有什么呢?水箱水,洗净值的水,然后还有什么水 总结是所有的油跟水全部换完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相对是更加安全的 甚至是你搞定了这些东西过后呢 因为二手车它不一定是perfect的condition嘛 那肯定是有人用过,肯定是有人驾过这辆车 所以我觉得拿了二手车最重要的就是搞好这几个点 搞好了过后,你再加一个五千,十千,十千再换 我觉得这样子是相对更安全的 不然的话就算你买几个warranty都没有用 所以很多人又拿了二手车就坏了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种问题 因为你根本没有去看,没有去check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好,今天就到这里 会哟,来了勒! 好,今天就来看 好,今天就来看